《深夜浅读》 前不久暑假去看孙子,才住了六天就被儿媳立下四条规矩,这让张大爷忍受不了,一气之下做出一个狠心的决定。 请听张大爷的字述,以前是没想过要儿子儿媳的赡养和孝顺,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老了,他们连尊重都不给我。 大家好,我叫张鹏君,今年六十六岁,退休六年,独居了十四年。 儿子独大三那年,老伴就意外去世了,而儿子弟业留在省城工作后,就没怎么回过家。 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没打骂过他。 在过去的家庭生活里,我和老伴一直扮演着虎妈猫爸的角色,老伴常常教训儿子,我则常常去护着他,给他最慈祥的父爱。 儿子独大学前,也一直把我当哥们一样相处,也不知为何,上了大学后,他就变了。 原本本科毕业的他,可以回来考取公务员和教师的,而且过去十年前,还是非常好考的。 但是儿子就是赖着省城不回来,还谈了个外省的儿媳,最后结婚了,还把家安在省城。 为了让儿子过得好,我把老伴意外货赔的四十多万赔偿款,加上自己十来万积蓄,都给了儿子在省城买房子车子。 儿媳怀孕生子,我因为没办法过去照顾,于是就主动出钱替代。 每个月打两千元拿给儿媳,让他回娘家那边养胎生子。 我的孙子,五岁之前,一直在亲家那边生活,而我也一直没断过贴补。 后来,孙子去了城里独幼儿园,我也退休了,资金有限,每个月三千八百退休金的我,就把贴补降到一千五百元。 时常小孩过生日,上兴趣班,我也额外给了很多钱过去。 儿子儿媳家里有啥大额开支,问了我要钱,我也没拒绝过,都是几千几千的赞助。 对于儿子儿媳以及孙辈,我可以说付出很到位的。 以前养儿子小的时候,总想着儿子养大,我就可以得到他的孝顺和赡养。 如今,我自己能自给自足,就没再期望过儿子什么,只希望他能偶尔回来看看我,然后能保留一份尊重给我就行。 但越老越让我发现,儿子成了外人一样,没有所谓的孝顺和赡养,甚至连一丝尊老爱幼的尊重都没有。 我以为男人冷酷无情一点也是正常,万万没想到的是,我那说是省城大家闺秀的儿媳,也同样如此。 这几年疫情的影响,导致儿子一家已经四年没回来了,原计划清明回来祭祀他母亲的,结果儿子因为这时那时一直拖,拖到端午都没回来。 而我的孙子也因为四年没见我,一直挂念着我,所以暑假一放假,我就跑去省城看孙子。 我带了好些衣服,打算在儿子家陪孙子一个暑假的,结果时隔四年的我,再次去到儿子家,才住了六天,就被儿媳立了四条规矩,一条比一条无情,让人无法忍受。 一,不准室内抽烟,刚去的第一天都还很好,儿子儿媳都热情,房间也都给我准备好了,那孙子更是和我很亲切,一进门就拉个大大拥抱。 可这些美好的感受,却很快消失了,第一个晚上,我就被儿媳下了第一条规矩,不准室内抽烟。 我是一个四十多年的老烟民,去哪儿都忍不住要抽烟,一天至少要一包烟来抽。 但去到儿子家,我就很控制自己,以前一天一包,我就只抽半包,还有为了不影响儿子一家, 我都是自己房间里抽,上厕所时抽,或者在阳台上抽。 可是,尽管我已经很控制了,但儿媳却对我意见很大,第一天就说了我,才来没多久,房间就一股浓浓的烟味, 阳台和厕所都是烟灰和烟味,让她受不了。 所以,她给我两种选择,一是把烟戒了,二是要抽烟,就去外面小区抽, 消防楼梯抽,抽完烟烟味散了再回来。 我知道,他们不喜欢烟味,于是为了顾及儿媳的感受,我每次想抽烟了,就去外面抽。 二,不准教孩子家乡话。 孙子一直在城里读书,除了普通话,家乡话是一点也都不会说。 而孙子又是一个很好学的人,看我平时总会用家乡跟儿子交流,他也想学,我就教了教他。 但是教了没两天,儿媳发现了,就跑过来说我,不准教孙子说家乡话。 我当时就开始觉得儿媳太多事,就说他,孩子学点家乡话没事,这也是老祖宗留下的,作为我张家村的孙辈,就得会说。 可儿媳却一点也不通情达理,直接对我,爸。 现在谁还说家乡话呀,我们这一代都用不上,等你孙子长大了,更用不到,所以还是让他好好书普通话,别被你的方言给整歪了。 被儿媳这么一说,我真的很无奈,只能偷偷地教。 好不容易来了趟省城,肯定是邀约约住到附近的亲戚朋友来做客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人际来往。 来儿子家的第三天,儿子儿媳带孙子去参加唱歌比赛了,我留在家里看家,到处我都不熟悉,也不知道去哪,一个人在家,也无聊。 于是我就叫了几个同城的亲戚来家聚餐,我请客。 来的人多了些,都是孙辈来的,密密麻麻地刚好坐了十二个人。 都是很久没见的,我们就像过节一样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喝不完的酒,说不尽的往事。 由于喝酒喝多了,就直接去睡午觉,也没来得及怎么收拾。 但是,儿子儿媳回来一看,到处有点乱,儿媳就直接说我,把家当酒管了,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听到儿媳这样说,加上我还有点酒气,就直接抱怨道,这收拾也没啥,干嘛要这么大声说? 还有这些亲戚,你都得叫叔叔伯伯的。 人家来家怎么了吗?难道还不能他们来了吗? 儿媳却说,爸,不是不让,但是你得事先问我们同不同意吧。 这个家里的东西跪着呢,万一亲戚朋友弄坏怎么办? 再说了,哪有你这样随随便便就找人来串门的? 听到儿媳的话,让我十分来气,但又不好说他什么,毕竟这房子是他和儿子的,也确实搞得屋子有点乱,所以我也只能忍着。 四,我的衣服不能和他们一起洗。 夏天出汗多,衣服味道大,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没弄脏,全家人的衣服一起丢在洗衣机洗也没事。 但是儿媳说我胖胖的人,衣服出汗特别臭,叫我的衣服不要跟他们一起洗,尤其是内裤袜子,非要我另外手洗。 我都那么多年没手洗衣服了,就偷懒,直接全部一起洗,结果儿媳发现就对我大喊大叫,说我不讲卫生,我的臭衣服会弄脏他几千块买的名牌衣服。 还说我的袜子很臭,肯定有什么细菌矫气啥的,然后已经洗好的衣服准备晒了。 儿媳还让我挑出我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的衣服再洗一遍。 其实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我也一直迁就着儿媳,他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可儿媳还是对我百般嫌弃,处处针对我似的,让我没法忍受,于是我就跟儿子哭诉,说他媳妇对我很不好,并一一把儿媳里的四条规矩都说了出来。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养育了二三十年的儿子,没有安慰我,也没有帮我说儿媳,还站在儿媳那边,说我就是哪哪都不好。 我说,我是哪哪都不好,但我作为长辈,他至少也要尊重我,不应该这么居高临下地说我吧。 还有我认为自己也没做的,有啥不对的。 抽烟我避开了所有人,我教孙子家乡话,是一种文化传承。 我热情好客,带亲戚朋友来家里聚餐,是人之常情。 最后,洗衣服这种事情,我觉得在讲究也没有儿媳那样的,什么细菌病毒的,我看他就是嫌弃我。 儿子什么都听儿媳的,这让我在儿子家感觉被欺负一样,没有一丝尊重和地位。 所以只待了六天,我就撒气跑回来老家去了。 自那以后,我就发觉儿子变了,而儿媳又是个不懂感恩的人, 想想我每个月给他们一千五百元的贴补,也是多余的。 于是我就打算要狠心起来,不能再为他们付出所有了。 从下个月开始,就断了每月的贴补,决定拿着这笔钱,好好自己享受。 反正他们都不孝顺我,也不尊重我,我也没必要去讨好。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接到我妈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老太太在电话里一通哭,鬼哭狼嚎间,我也没听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只知道侄子李家宝出事了,再是第一人民医院。 我立马调转了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往医院赶。 刚到急诊室外,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就被嫂子一个巴掌扇得晕头转向。 李初涵,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家宝可是你亲侄子啊,你怎么下得去手? 你这个魔鬼,杀人犯?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要你这个小贱人陪葬。 他目自欲裂,引得三三两两路过的病人,好奇驻足。 脸上被打得火辣辣的疼,嫂子如疯狗一般的举动,更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他妈又招谁惹谁了? 就在嫂子准备再一次潮扑上来时,我皱眉把她甩到了一边。 看向一旁一脸阴郁的我哥,活面露南色的我妈。 我冷着脸开口,到底怎么回事? 我累死累活上这一天班,完了还给我整这出,真的感觉心力焦脆。 我哥抽着烟没讲话,我妈捏了捏衣脚,终是如如着开口, 小韩啊,你这事做得确实是过分了。 强忍着怒气,我终是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我买了房,一个人独居好几年了,和哥嫂一家离得比较远。 前几天,一向关系寡淡的嫂子,一反常态地拉着侄子说要来找我玩。 一句家宝想姑姑了,娘俩就在我家住了小一个星期。 我虽搞不懂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却也懒得管。 我上班忙,在家待的时间不长,也接触不了多少。 今天,在电话里,嫂子明明说带着李家宝回家了, 可谁知却闹到了医院。 进医院的缘由,居然还是因为她吃了我点的外卖。 小韩,你太让妈失望了,你怎么变得这么狠毒了? 我妈一如往常般对我发表着她的失望言论。 嫂子顺势接话,就是,你一直都不喜欢家宝,这我也是知道的。 你怎么这都行,大不了我们娘俩以后躲着你走就是。 你何必给一个孩子下毒呢?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清。 我明显感觉到,有纸质点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就连我哥也握紧了拳头。 我猜,要不是因为在医院,这拳头早就落在我脸上了。 我气急返笑,不是,谁让她偷吃我外卖了。 先不说李家宝是不是吃了我的外卖进的医院,我给自己点的外卖,我让她吃了吗? 真是好笑,这娘俩在我家住的这几天,我是一次外卖也没点过。 就因为嫂子说李家宝吃不了外卖,闻着外卖的味儿都不舒服,对身体不好,我也不许点。 我寻思左右,不过这几天,也就游着他们去了。 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做饭,不说多热情,那也算得上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也是今天他们回家了,我这才下了班给自己点了个外卖小炒牛肉,寻思着回家吃口热壶饭,结果就给我整这出。 嫂子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憋红了脸,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哥把他拉到一旁,继续接枪,那家宝是你亲侄子,吃你个外卖怎么了,怎么能说是偷呢? 呵呵,好一对抗力情深。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成,别的不说。 外卖是他自己吃的,即便是吃坏了肚子,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还不会真觉得我会蠢到,直接在外卖里下毒吧。 我要下呀,也得下得无声无息,完事了,让都无人察觉。 我阴嗖嗖地瞥了嫂子一眼,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 然后又突然反应过来,耿着脖子朝着我吼,不管怎么样,我儿子就是吃了你的外卖坏事的。 你别想不负责任,明知道他不能吃外卖,你还点,你这安的食妖心啊,这不明摆着要害人吗? 小孩子最天真了,他哪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你点这外卖,就是纯心引诱他的。 杀人犯,必须抓你去坐牢。 看他一副封魔的样子,我妈和我哥没有一点劝阻的意思,甚至还在一旁帮腔。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侄子李家宝从一出生就是这个家里的太子爷,全家人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话了。 面对李家宝一次又一次闯出的祸事,一大家子没少为他开脱。 蛮不讲理互独自的行为,已经让哥嫂一家在周围都臭名昭著,人人避之不及。 只是我还没想到,这火有一天还能烧到我身上。 嫂子的大吵大闹不光引来了围观群众,更引来了医护和安保人员。 最终,在绝对的压力面前,他终于被迫安静下来,急诊室地灯灭了。 经过检查,李家宝骤然间上土下泄,确实是食物中毒引起的。 具体病员还要等待进一步检测结果。 病房里,嫂子冷眼腻着我,你这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好歹毒的心,连自己亲侄子都不放过。 李大强,你看看你的好妹妹。 我哥被扯了一下,冷眼瞪着我。 小宝,告诉爸爸,今天都吃什么了? 他转头看向病床上的李家宝。 后者刚要出生,对上我嫂子使的眼色,然后眼睛滴溜溜地一转, 画到了嘴边又变了味儿,什么都没吃,光吃了姑姑放在门口的外卖。 难吃死了,吃完了就肚子疼。 爸爸,小宝好难受呀。 他说着皱起了眉头,引得我哥和我妈一阵心疼。 而只有我注意到了,他眼底转瞬即逝的恶作剧成功地狡辖。 我哥开始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妈开始痛心疾首地诉说着他对我的失望。 行了,好在小宝没事儿,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 听妈说你最近不是拿了个啥奖金,八万呢? 你明天把那八万打我账上。 就当给家宝的赔偿费,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 哦,对了,还有啊,以后你严禁点外卖,买东西也只能买小宝能吃的。 虽说没住在一块,但是宝不准哪天小宝跑过去找你玩,无意间就给吃了。 小孩子又什么都不懂的,还是要保险一点好。 你瞪我干什么? 我这还是念在好歹是一家人的份上,酌情处理的了。 这要是别人敢这么对我家小宝,我非得给他扒下一层皮来。 我没讲话,光盯着嫂子那张涂着烈焰口红的嘴,越看越像一张义和的血盆大口。 我就说,怎么莫名其妙就带着李家宝来亲近我, 合着试看我这姑姑手里有点闲钱,搁这儿让孩子和我套近乎呢。 这一周下来也没捞着点好,想必他也吃别,这才说带着李家宝回去了。 我没有答应嫂子的要求,不仅是因为不愿意, 更是因为最终检查报告显示,李家宝中毒,和我的外卖没半点关系。 看着报告单上明晃晃的菌类中毒,我只感觉一阵荒唐。 嫂子一把将检查报告夺了过去,揉成一团塞进包里。 嗨,我不就是看抖音上那个蘑菇汤很鲜吗? 寻思着给孩子煮一个尝尝,谁知道没熟呢? 我就你家那没气躁不行吧,煮个汤都煮不熟, 好歹没给我儿子毒坏了,这都能怪到我身上。 说没有委屈那是假的,即便看惯了他们这些年的离谱操作, 等真正沦落到了自己身上,还是感觉内心都是苦涩。 你们难道不觉得欠我个道歉? 我冷眼看着病房里的四个人,并不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 而感觉到有丝毫的温暖。 不明不白地参与了这场闹剧,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指着鼻子一通骂, 是个人都得气吐。 谁知嫂子眉毛一横,道歉。 谁给你道歉? 这事说到底还是你的问题, 要是你这当姑姑的愿意花钱给小宝买好吃的,买营养品, 我还犯得着给他炖汤喝吗? 我没说什么都不错了,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 他讲得眉飞色舞, 病床上的李家宝也朝我露出趾高气扬的笑。 我感觉一阵无力,转头看向我哥和我妈。 我哥被我盯得不自在,我全倾咳了一声, 然后正声道,妈和我还有你嫂子说到底都是你长辈, 哪有长辈和晚辈道歉的道理? 这不得把家宝交坏了? 再说家宝,几岁的娃娃罢了,你和他瞎计较什么? 我妈事事帮腔,是啊小韩,你一个做姑姑的, 怎么能和侄子一般计较呢? 他看向我,眼神淡漠, 不及看向他大孙子时万分之一的热络。 我知道,今天这个公道我是指定讨不回来了。 但凡和侄子李家宝沾边的,都是旁人的错。 不让我和小孩子一般计较是吧? 行,我调整情绪,仰起一个笑脸, 走到李家宝面前,盯着他轻声道, 小宝啊,是姑姑不对,姑姑没给你买好吃的。 但是小宝做得很棒呢,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抢, 别管是不是别人的,想要就拿过来。 小宝要继续保持哦, 只要是小宝想要的,就必须拿到手。 小宝宝好好表现, 姑姑给你买变形金刚哦。 侄子李家宝听着我的话, 两眼放光, 十一岁的孩子眼里竟有明晃晃的贪婪。 耶,有新玩具玩咯。 小宝最喜欢姑姑了。 李家宝高兴了, 哥嫂和我妈自然也就喜笑颜开了。 病房里一片和乐的氛围, 哥嫂没再对我冷眼相对, 我妈夸赞着我终于懂事了。 我也跟着笑意不减, 心底却一片冰凉。 等着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也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只要李家宝犯魂犯婶, 我必定会奖励他一个心爱的玩具。 他把邻居家门锁搞坏了, 我奖励了一个奥特曼, 他在小区里玩炮仗炸鱼, 我奖励了一套乐高, 他踢球打碎了学校教室的玻璃, 我奖励了一个变形金刚。 一段时间下来, 李家宝腰杆挺得邦邦硬。 原本就是家里的小祖宗, 说一不二的主, 现在更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胆点还能有奖励, 更是拽得二五八万, 天下唯我独尊。 面对李家宝, 一天更比一天的叛逆不服管教。 我妈曾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有点担心, 我这么惯着她, 会不会把家宝惯坏了? 真是好笑, 面对李家宝有错在先, 却指着我鼻子骂我冷血时, 怎么不怕把她惯坏了? 我平静地回应, 没有吧? 别想太多, 咱们老李家不就指着这一个男娃 传宗接代呢吗? 可不得好好护着养着, 正常的。 哪有什么惯坏啊? 说惯坏了到底是家长们的爱护不够? 意料之中, 我妈很轻易地就被我说服了, 连连称事, 挂了电话就去给她亲爱的大孙子熬鸡汤了。 看吧, 有点觉悟, 但不多, 一天一天过去。 李家宝就以一种不可控制的趋势顺利越长越偏, 说不得, 骂不得, 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 想干嘛就干嘛, 天塌下来也有人替他顶着。 偏偏哥嫂一家乐见其成, 我哥甚至在这十一岁孩子的身上, 看出了他顶天立地的特质, 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好样的, 儿子。 男人就该这样, 说一不二, 天不怕地不怕, 有气概。 望子成龙的他们此刻大概还不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李家宝会给他们带来多大一个惊喜。 只是在此之前, 我没想到, 嫂子又带着我妈来了我家一次。 或许是上次中毒事件, 我的认错态度不错, 后续对李家宝的极度宠爱也正合他意, 所以就算我没按他要的赔偿给, 嫂子也没多什么。 甚至在我一次次去给李家宝买礼物时, 还对我少有的笑脸相迎。 嫂子把买来的水果放在餐桌上, 自顾自地往沙发上一坐, 小韩啊, 你看看你, 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也不多回家看看, 这不, 嫂子寻思过来看看你。 哎呀, 一个人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 这不, 嫂子给你带了点水果来。 我瞥了一眼餐桌上放着的特价水果, 觉得有些好笑。 当年, 她和我哥结婚后, 就嫌我这小姑子住家里碍事, 等到李家宝一出生就以家里住不下这么多人为由, 把还在上大学的我撵了出去。 美其名曰, 锻炼我的独立生存能力。 这么些年, 我都是一个人在外边过, 从租房, 到终于攒钱买了属于自己小窝。 关于我过得怎么样, 哥嫂从来没关心过一句, 他们关心的, 只有我能不能多为他们家做一份贡献。 现在又来假慈悲什么? 果然, 和我想的别无二致, 嫂子硬是东拉西扯聊了一堆家常之后, 终是忍不住拉回了正体。 小韩啊, 你看你一个单身女孩, 住这么大的房子,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她环视了一圈四周。 当初买这房啊, 我和你哥就不同意。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买房干什么, 到最后不都要嫁人的, 还不是白白便宜了别人家? 倒不如存点钱孝敬一下吗? 或者扶持一下我和你哥。 这不全家都宠着你吗? 还是由着你买了? 买就买了吧? 这总得物尽其用不是? 这么大的房子, 是好啊。 不像我和你哥, 住的那较一个几哦, 离家宝学校有远的嘞。 他一副嫌弃的表情, 要不是知道那套房是他自己选的, 我家全款购入, 我还真觉得他可怜呢。 行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 对他, 我一向没好气。 那行, 那我就直说了。 我是想着, 要不你搬回家住吧。 气氛有一瞬的沉默。 你一个大姑娘, 成天一个人搁外边住, 也挺危险的。 你就搬回家, 和妈一块儿住, 顺便呀, 也算陪陪她老人家。 文言, 我妈也配合地点了点头。 我却抓住了她讲话的关键, 开口问道, 那你和我哥呢? 直觉告诉我, 她绝不会这么好心。 果然, 只见嫂子十分自然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浅浅地喝了一口, 然后才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我和你哥, 我们当然是搬到这来住了。 我被她的理所当然震惊地无以复加,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才好。 嫂子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 继继续道, 小韩啊, 真是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会选。 我上次带家宝来住就发现了, 这房子啊, 离中学近, 房子空间大, 事业又好, 最适合咱们家小宝住了。 哎呀, 你说这多好啊! 眼看着小宝明年就小生出了, 得先住过来适应适应。 以后上学离家近, 这附近环境也不错。 哦, 对了, 我看你这房子还有个书房呢, 以后给改造成小宝的玩具屋也不错。 她滔滔不绝地讲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直到被我妈戳了戳, 她才从美好的幻想中 回过神来, 朝着我撇了撇嘴。 你搭拉着张脸做什么? 难道我安排得不好吗? 小韩啊, 你也别怪嫂子说话难听。 像你这么大的姑娘, 还没嫁人的, 在我们那儿啊, 是要被十里八乡村的亲戚唾弃的。 我们这没催你, 还让你赖着娘家都算好的了。 你也不能白待着不干事啊。 你想想啊, 你迟早要嫁人。 与其便宜了外人, 倒不如把房子留给自己亲侄子, 是这个理不。 她唧唧歪歪说个不停, 仿佛只要我说一句不愿意, 那就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 我看向我妈, 她却躲开了我的目光, 只低着头, 时不时地附和嫂子几声。 好吗, 那我也没必要留情面了。 我把玩着手机, 盯着嫂子轻笑了一声, 成啊, 我搬不搬回去, 再说, 至于你们一家子嘛, 倒是可以搬到我这儿来。 一听我这么说, 嫂子简直两眼放光。 然后, 在她满怀七季的目光里, 我继续说道, 搬来住可以, 但是房租水电可得算轻。 我这可是三十一厅, 房租就给你们开个亲情价, 五千一个月吧, 你们三个月一付就行。 嫂子没工作, 我哥也只是个工资三四千的资料员, 平时家里还得靠我妈的退休金补贴呢, 这五千块, 于他们而言, 已然是天价。 更何况, 嫂子是打定了白条的主意来的。 果然, 气氛有几秒钟的沉默, 嫂子手里的苹果啪哒滚到了地上。 看她一脸的震惊, 我邪恶地扬起笑脸, 亲兄弟, 明算账。 毕竟现在钱都不好挣, 你说是吧, 嫂子。 说完这段话, 我只感觉到无边的快意。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大二那年, 嫂子以同样的方式让我交房租, 不然就从家里搬出去。 很可笑吧, 住我自己家, 得交房租。 她大概也没想到吧, 同样的话, 我会在数年后, 原封不动地奉还给她。 如我所料想, 嫂子崩溃震怒, 指着我的鼻子就破口大骂。 说的无非就是我冷血, 不要脸, 连亲人的人写馒头都要吃, 说他们家小宝还不愿意来住呢。 而我妈呢, 依旧摇摆不定地保持沉默, 嫂子说得急了, 她也会被扯着讲我两句。 我对他们的这一套话术早已免疫, 他们骂他们的, 我玩我的, 甚至还有闲心地打开了抖音刷帅哥。 嫂子被气得不轻, 看我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她也没办法。 毕竟这房子是我自己全款买的, 她想抢也抢不走。 终是扔下一句小贱人, 老李家以后和你恩断一绝, 然后摔门而去。 则, 我该提醒她轻点的, 毕竟这门也是她赔不起的。 上次吃瘪之后, 哥嫂一家果隔了好久都没再联系我, 倒是真有几分想要和我恩断一绝。 我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谁也不想隔个几天, 就有疯狗跑出来朝着自己乱吼乱叫。 只不过, 变故还是发生在了几周后, 又是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又是让我赶紧去医院。 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 电话是是要与我恩断一绝的嫂子打来的, 听语气愤怒值不低, 紧迫感不高, 倒不像是李家宝又生了什么病。 有了前车之鉴, 我本不愿再掺和他们家这些破事的, 奈何嫂子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挂断拉黑, 我妈和我哥又接连打了进来。 无奈之下, 我只好请假去了医院, 又是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这一次, 李家宝安然地站在病房外。 小宝他姑啊, 你可算是来了, 你看看这些人, 是逮着我们家孩子欺负啊。 看看, 家宝的脸都被抓成这样了, 造孽啊。 嫂子替似横流, 牵着李家宝一个剑步冲到我面前, 捧起他的脸, 给我查看。 我淡淡地瞥了一眼李家宝, 依旧白嫩丝毫不见一点伤痕的脸, 然后把目光投向对面, 一位看起来十分焦急年轻母亲。 他一个人倚着门站在角落, 满眼勤着泪, 投向歌嫂的目光却充满了仇恨。 还不等我问话, 嫂子就走到妇人面前, 以止气使, 我孩子她姑来了。 她可是律师, 来来来, 说说看, 看看你还要不要我们家赔钱。 明明就是你家孩子先动手打的人, 这还怪到我家小宝头上来了。 还医药费, 还人工耳哦, 我忍你妈的哦。 老娘还是那句话, 一分钱也别想让我出。 嫂子破口大骂, 直到被我强行拉开, 才止了声。 而我妈和我哥呢, 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任由她胡作非为。 那个妇人却显然比嫂子正常得多, 虽然我明显能感觉出她隐忍的愤怒。 她正视着我, 条理清晰, 听说你是他们家管事儿的事儿吧。 我转头瞥了一眼那仨人, 一个个地却都躲开了我的视线。 你们家孩子在学校把我们家妞妞欺负了, 先是言语攻击, 然后上升到肢体殴打, 最后还把妞妞的人工耳窝接收器给弄坏了。 如果不信我说的, 你也可以去学校查监控。 本来小孩子间的玩闹我也可以原谅。 我只需要一个道歉, 然后将接收器的钱赔给我们就行了。 想必你也知道, 人工耳窝和接收器缺一不可, 这对女儿是否能正常生活很重要。 她瞥了嫂子一眼, 语气冷漠, 只是很可惜, 经过交谈, 你们家似乎并不愿意和平解决。 李小姐, 听说您是律师, 您应该比我更懂法律。 如果你们家不愿意赔偿, 给妞妞一个说法的话, 我就只有走法律程序了。 我们家虽然只是普通老百姓, 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我今天就要给我闺女讨个公道。 她说着, 眼眶更红了, 却控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这是把我当成李家的旧兵了吧? 我有些头疼。 呦呵, 你还挺硬气啊。 怎么的, 还想去告我们家小宝不成? 还法律程序, 带着个词儿就敢乱用啊。 懂什么是法吗你? 我告诉你, 接个孩子, 她孤在这儿, 想告我们呢? 什么都没有。 听到这我算是听明白了, 看样子到底还是怕被人家告了, 这才着急忙慌地把我喊来。 你可别瞎说, 谁说我来帮你的。 我吓了一跳, 赶紧撇开关系。 我把李家宝拉到面前, 俯身询问, 小宝, 告诉姑姑, 你到底打没打人? 还有, 人家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弄坏的? 李家宝低着头不讲话, 然后默默地摇了摇头, 炸巴着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我, 颇有些委屈的意味。 我的心冷了下来, 我又换了个说法, 说他要是不讲实话, 今后我不会再给他买任何一个玩具。 李家宝急了, 在各种意味不明的目光里, 终于沉不住气, 伸手指着病房里, 奸声道, 明明就是那个小贱人不懂事, 凭什么怪到我身上? 他要是有点眼力劲, 还轮得到我出手。 果然, 与此同时, 他们班主任也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监控里, 只见小女孩一个人在走廊上玩耍, 而后被从教室出来的李家宝 拦住了去路。 李家宝指了指女孩头上贴的黑色言语接收器, 大声道, 这是什么? 新款耳机吗? 取下来给大爷我玩玩。 女孩子躲开了她抓过来的手, 耐心解释那是和人造耳朵配套使用的接收器, 有了这个, 她才能听见声音, 才能讲话。 这个东西很重要, 也很贵, 不可以随便给别人玩。 谁知李家宝一听这话就火了, 贵? 有多贵? 我家有的是钱, 赶紧拿来吧你。 她一抓, 又扑了个空, 视频里可以看出她彻底恼了。 秦紫月, 你躲什么躲,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吗? 乐于分享, 你不知道吗? 要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玩。 你爸妈怎么教你的呀? 哦, 我忘了, 你没爹只有妈, 你爹早就嗝屁了, 哈哈哈哈哈哈。 略略略, 没爹的小残废, 你好横什么呀, 好横。 侄子李家宝肆无忌惮地坐着鬼脸, 下一秒, 只见小女孩扬起手, 就给了她一巴掌。 只可惜小女孩比较瘦弱, 根本就不是一百多斤的李家宝的对手。 很快形势就反转了, 小女孩不仅挨了好几拳, 头上贴的耳窝接收器还被抢走了。 视频的最后, 李家宝将接收器狠狠地踩碎, 嘴角勾起不屑地笑, 给你脸了。 看你还敢不敢跟本大爷叫嚣, 事情的真相明显地不能再明显了。 小女孩醒了, 年轻的母亲转身进了病房。 我深深吸一口气, 关上了视频。 嫂子还在不依不饶, 看看, 看看, 这明摆着就是她家孩子先动的手啊。 咋还有脸怪我家小宝了? 再说了, 咱小宝说的不也是事实吗? 怎么着, 一破房就打人了? 我还没找她赔医药费呢。 呸, 还真是应了那句, 有爹生没娘养的东西。 她说的凯儿康, 引得我妈和我哥纷纷点头。 我妈皱着眉走到我面前, 急切地开口, 小韩啊, 你看今天这事, 你能给解决的吧? 我感觉无比的心凉。 从小到大, 只要是好事, 都只有我哥的份。 只因为她是老李家的男娃。 而只要有困难, 我妈就光会找我, 原因是辛辛苦苦生养我, 我总得回报点什么。 我冷眼看着这陌生的一家人, 哼笑着出声, 能啊? 赔钱, 或者法院见。 对于我摆事实讲道理说, 为什么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他们只表示听不懂, 也不想听。 我要是摆不平, 就是没出息, 就是吃里爬外的白眼狼。 吵的吵, 哭的哭, 最终却在我的一句, 在吵我就去给对面做辩护律师下, 全部安静了下来。 关于李家宝打人这事, 我秉持着一概不管的态度, 五十万的赔偿款, 别想让我掏一分钱, 坚持报警打官司, 也别想着我能出面帮什么忙。 一开始, 他们几个还不信邪, 说为了侄子的前途着想, 只有便宜了对方, 赔钱。 该赔就赔, 只不过我这做姑姑的, 多少也得拿点。 我哥的原话是, 不说拿个十万八万的, 万四万凑个零头也行。 我当然是一口回绝了, 别说几万块了, 就是几块, 几毛, 我也不愿意。 我巴不得看着一家人自食恶果, 在泥潭里百般挣扎, 腐朽发臭。 他们大概忘记了, 大学刚毕业那年, 我经济窘迫到, 想问我哥借五百看病, 却被以家里现在 也困难这样的借口搪塞了。 他们也许不知道, 隔天我就见着嫂子 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了奢侈品店。 嫂子排挤, 我的亲哥亲妈 更是公式化的冷漠。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些年, 现在又凭什么要求我付出? 这几年表面的缓和, 只能说是君子之交, 并不代表我真的没脾气, 不介意。 许是软硬尖师后 见我依旧无动于衷, 许是人家催得急, 李家在紧盯着我不放的一段时间后, 终究是放弃了。 有好一阵, 我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原本我就不怎么回那个家, 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们。 现在这样一来, 我更是乐得清闲, 令我意外的是, 半个月后, 他们竟真的将这件事摆平了。 妞妞妈前脚刚打电话来, 感谢这段时间, 我对妞妞的帮助, 我妈后脚就打电话来让我回家吃饭。 这倒是个稀奇事儿。 要知道, 我妈一向性子软弱, 更是传统的重男轻女, 原本就比较忽视我, 在嫂子进门后, 更是不敢多表现一分对我的关爱。 居然让我回家吃饭, 还是在基本已经算撕破脸皮之后。 她言辞懇切, 我想到这么些年, 她也不算好过, 鬼使神差的, 我硬下了。 只是这时的我还不知道, 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万丈深渊。 一到家, 我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嫂子亲自下厨, 做了一大桌好菜, 我哥专门去买了我 最爱吃的小蛋糕, 就连没礼貌惯了的李家宝 也乖巧地叫姑姑好。 我觉得奇怪, 按理说, 他们该恨死我才对。 我的这个疑问, 在当我看到饭桌上出现的陌生男人时, 终于得到了证实。 小韩啊, 你看, 我们以前啊, 是闹了点误会, 是嫂子不对, 你别和嫂子计较。 咱们一家人没有隔夜愁, 接个吃了这顿饭啊, 以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 嫂子笑得脸都快烂了, 我夹了块菜, 没讲话。 我妈又紧接着开口, 小韩啊, 这是你嫂子娘家张叔的儿子, 你得叫张哥。 我顺劳看向饭桌上的陌生男人, 矮胖, 秃顶, 油腻。 见我看向他, 对方朝我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露出满口的大黄牙。 妈, 你不知道, 任张俊也是个青年才俊呢? 年纪轻轻的, 就开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那拍的都是大明星呢? 该说不说, 和咱们家小韩还真是登对。 哈哈哈哈哈哈, 年轻人嘛, 就该多接触接触, 认识点朋友嘛。 我哥笑得爽朗, 我妈也满意地点着头。 虽说以前也有过给我介绍对象, 但像今天一样, 没告诉我, 就把人直接往家里领的, 还真是第一次。 张俊直接又带着贪婪的目光, 令我不适, 我只想快点吃完饭, 溜至大吉。 只不过, 我没想到, 他们的打算, 已经不仅仅是 给我介绍对象那么简单了。 吃饭吃到一半, 李家宝突然冲出门说要去玩, 嫂子自然跟了出去。 我哥和我妈说不放心, 也跟着出去了。 看惯了李家宝太子一般的待遇, 对此,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成, 饭也吃得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 几人前脚出门, 我后脚就从饭桌上下来, 拎起包准备回家。 可是怎么也打不开的大门, 却让我突然意识到了 有什么不对劲。 下一秒, 张俊的弦猪手搭在了我肩膀上, 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 小韩,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回过头, 入眼的是张俊贪婪又癫狂的眼神。 如果是狗的话, 他此刻肯定是咸水滴答。 干什么? 有病啊你。 我打掉了他的手, 对方却不恼怒, 只是自顾自地说着他对我的暗恋事。 他说, 从嫂子的婚礼上第一次见到我, 夜晚的睡梦中就全是我, 到后来去我学校偷偷拍我, 再到后来每天跟踪我上下班。 他越讲, 我越寒毛直竖。 小韩, 你真的好美。 你简直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 我爱你。 我见你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小韩, 我们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现在, 就让我们真正属于彼此吧。 他心红着眼睛, 壮似癫狂, 扭动着肥胖的身躯, 就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只感觉眼前一黑, 在他就快抱住我的前一秒, 我终于下定决心。 对着一脸横肉的他, 甜甜一笑, 张俊哥哥, 陪我玩个游戏呗。 半个小时后, 我背对着门坐在椅子上, 随意地把玩着手机, 饶有趣味地盯着我的艺术品。 小贱人, 你他妈疯了。 放开我。 张俊疯了般地怒吼, 奈何自己被紧紧地绑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他全身发红, 以奇怪的姿势扭动着。 哦, 你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被我扒得全身上下, 只剩条裤衩了。 我举起手机, 打开录像, 面向他, 则, 真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 你他妈有病, 不准录, 信不信我弄死你。 下一秒, 他又得意地冷笑, 喝, 随你怎么闹。 反正啊, 你嫂子一家, 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你跑不掉的。 要想日子好过, 你就赶紧给我开。 我冷声, 说清楚点。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你, 被你哥一家用五十万卖给我了, 还说, 让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五十万赔耶一次, 是你的福气。 他的脸上浮现出银笑, 我的心冷到谷底。 原来, 一切都早有预谋。 原来, 所有的反常都是正常。 我向来是不屑于和他们谈亲情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们能残忍冷血到这个地步。 为赔五十万, 设计让我赔税。 真可笑啊, 这就是和我留着同样血液的人。 关于今天, 我要知道完整的计划。 我站起身, 踹了张俊一脚。 起初, 他还不愿意。 就在我将要手机里的视频 发送到社交软件的前一秒, 他妥协了。 根据张俊的描述, 我拿起他的手机, 给我发了他们计划中的那句, 完事了, 回来吧, 记得多带点人。 很可笑吧, 用五十万把我卖了。 事后, 还要将丑事公之于众, 让我今后抬不起头做人, 不得不从。 这就是我的亲人。 十几分钟后, 门铃响了。 我特意将张俊调整了位置, 让他正对着门外。 他似乎意识到了 不对劲, 不过, 已经晚了。 要是插进门锁, 转动, 开门。 在几道充满期待的目光下, 我微微一笑, surprise。 我歌实话了, 我嫂子裂开了, 我妈就差没往地下倒了。 李家宝惊讶出声, 你居然没和他上。 他的床字还没落声, 就被嫂子连忙捂住了嘴。 门口的一众娘娘嫂子, 也是震惊地摸不着头脑。 他婶啊, 你这着急忙慌, 让我们来你家, 就, 就看这的。 这男娃是哪家的呀, 咋衣服也不穿, 还给绑着, 这么羞人。 哎呦喂, 俺的眼睛哟。 歌嫂一家还没反应过来, 张俊极了。 我连忙耸耸肩, 这可怪不着我, 我只答应了你不把视频发到网上, 可没答应你不让别人来看你。 再说了, 这不是你和我嫂子他们计划中的一环吗? 你找他们去啊? 说不定啊, 是他们故意坑你呢? 张俊面色潮红, 眼神迷离, 看样子有些神志不清, 听了我的话, 立马就把矛头指向了我歌嫂。 还没等让人问, 他就已经骂骂咧咧, 一股脑地把事情的始末, 全给抖了出来。 天爷啊, 你老李家怎么做出这种丧良心的事哦? 小韩可是你们家亲闺女友, 怎么敢做出这种事哦? 呸, 不是人啊, 真不是人。 天杀的, 这得遭报应。 任凭我嫂子他们苍白地解释, 各位娘娘婶子却早不愿多听一句。 我在各位富有正义感的婶子们的护送下离开, 身后传来了匆忙的关门声, 以及张俊在也按捺不住要笑的呻吟声。 我轻笑, 他们大概永远也想不明白我是如何逃脱的, 因为他们不会知道, 独自生活的这些年为了自身安全, 散打, 跆拳道, 女子防身术。 我是能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 一个张俊, 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张俊是嫂子娘家那边出了名的地痞流氓家的儿子, 从小不学无术, 作恶多端。 哥嫂收了五十万, 把赔偿款关上了, 然后安排了我回家吃饭那个一出。 听说, 张俊回家后, 连夜就带着人上门讨债了。 至于为什么没来找过, 大概是因为我手里有他的把柄吧。 想必他也不想以这样的方式火遍网络。 不过, 他来找我我也不太怕的, 因为我成功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律所, 很快就会去别的城市工作了。 经过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我对所谓的亲人已经没有一丝留恋了。 张俊带着小混混没日没夜的闹, 搅黄了我哥的工作, 甚至逼得李家宝从学校休学。 我哥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最后把房子卖了, 到底是把张俊家的五十万给还上了。 家里安稳了好一段日子, 只是嫂子似乎消失很久了。 当然, 我妈他们也曾找过我, 去律所闹, 去小区堵我。 只可惜, 结果只有被律所保安拦, 被小区保安杆。 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的亲人了。 我的心变得坚硬无比, 我却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离开的前一晚, 我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却意外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你好, 请问是李强的家属吗? 原来, 已经家境窘迫的我妈和我哥, 依旧对李家宝极尽的宠溺。 他一句想吃火锅, 娘俩就掏出了所剩无几的钱财, 立马带他去搓一顿。 在火锅店, 李家宝延续着他一贯嚣张跋扈的风格。 短短的一个小时里, 就引得临桌好几个顾客替投诉。 我妈和我哥自然是不一, 在和别人几番唇枪舌战之后, 别人也不说什么了, 只是自动地离这一家子原点。 只是这样, 李家宝似乎却觉得无趣了。 他转动着眼睛搜寻着目标, 最后锁定在了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一走过去, 就手剑地把人桌上的菜往锅里一倒。 溅起一片滚烫的汤汁。 天天他还得意地笑, 本大爷来帮你们下菜了, 跪下谢我吧。 对方没和他计较, 只让他赶紧走。 李家宝不愿意了, 在那儿继续作妖。 见没达到恶作剧的目的, 甚至站到凳子上, 面对着火锅半脱下裤子, 让我来给你们加点料。 可恨如他, 可悲也如他。 李家宝并不知道, 他挑衅的, 实则是两名在逃的亡命之徒。 事件的最后, 李家宝被直接按在了火锅里, 当场死亡。 我妈先听到动静赶去呼救, 和歹徒搏斗间, 也造成了高度烫伤。 待我搁上完厕所回来, 歹徒已经被控制。 而惨案已经发生, 任谁也回不到过去。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离开的行程, 终究还是搁置了下来。 我搁像是被吸光了惊破, 每天拖着躯窍, 处理着后续的杂事。 而我大概是心硬惯了, 我甚至不剩多少悲伤。 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其实在很久之前, 就被他们埋下了阴。 我妈住进了医院, 大部分时间由我照看着。 她已经不能讲话了, 每天却坚持在小本子上写字和我沟通。 她说, 这些年是她对不起我。 但是她没有办法, 做娘的, 只能依附儿子。 要是得罪了儿子, 她真不知道后半辈子怎么活。 我觉得可悲又好笑。 她说, 现在家宝没了, 我更要好好照顾, 扶持我哥, 别叫我哥想不开。 她还说, 她房里的床入下放着张存哲, 里面有她这些年存的一些钱, 让我拿了给我哥。 她让我一定告诉我哥, 妈妈永远爱她。 而关于我, 她保持着一贯的少言息, 我一一硬下, 心已经感受不到难过了。 照顾她这些日子, 就当我报答她的生养之恩。 没过几天, 我妈还是走了。 本来老太太还能挨些日子, 只不过, 一个平常的正午, 她偶然间听病房的新来的病友提起, 说是昨晚夜里, 医院有人跳楼了。 那人名叫李强, 是个病人家属。 细细询问之下, 还与我哥各项特征都对得上。 老太太急火攻心, 当即就走了。 终究是没等来我下班, 看她最后一眼。 不过, 于她而言, 估计也没差, 毕竟她心里只有儿子。 只是, 我妈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哥并不是跳楼, 而是被我嫂子从楼顶推了下去。 那个在她穷途末路时, 被随意推出去应付张俊等一众恶魔的女人, 终究是拉着她一起下地狱了。 往事如梦, 诸多感慨。 一朝之间, 我竟真正地自由了。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将如航班起航时, 窗外那一抹即将被黑夜吞噬的晚霞一般, 永远地被我甩在了背后。 我将要踏上新的旅程, 开启灿烂而生动的人生。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